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行星是各类天体中唯一可以根据发现者意愿进行提名 并经国际组织审核批准 从而得到国际公认的天体 由于小行星命名的严肃性 唯一性和永久的更改性 使得能够获得小行星命名权 成为世界公认的一项殊荣 期间为止 在地球上70亿领域中 只有极少数人获得以自己名字命名小行星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好 这个也不错 吃什么 吃什么 灵霄宝殿 这个好 灵霄宝殿 泡家爷爷 又出青菜了 给我和小薇各来一份 灵霄宝殿没有 太白金星 倒是有一个 太白金星 不像 不像 是不像 休记看多了吧你 都这么大人了 还看这么幼稚的电视剧 儿哥 咱师傅和儿师兄被腰块抓走了 什么休记 我们俩起名 就是 你们俩发展得够快的 您往哪看 别闹 我们俩给健身房起名 是啊 我那个健身房不是一直没有个好名字吗 我想挂块招牌 这个是根据我们俩的名字 灵是雅铃的灵 萧是我的姓 你们俩还真是绝配 凭什么有你们两个的名字 我们人多 有用就都有 应该是 灵霄宝殿 芳西小花猪 你骂谁是他 谁骂你了 我说的是朱迪孙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 朱迪斯去哪儿了 嗯 难道 我还不够闪亮夺目啊 朱迪斯 你去哪儿了 怎么又脱离群体 我这样的美女 当然要特立独行一点 你这个自恋的季东包 可真的有点名震宇宙了 你说对 我就要明镇宇宙了 怎么样 是谁 你这个人 要不敢 我去哪儿了 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21U唯一授权 将国际编号3421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迪斯星 这也太扯了 目前中国就有一百多个人 就用自己的名字秘密小行星的权利 而且还都是李振道 欧阳自远这些大科学家 朱迪斯 你凭什么 凭颜值 我的颜值 那可是宇宙工人 别着急 下一个就是你 不可能 你别以为我们是傻子 这张证书 百分之九十九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 实话跟你们说 这是我买的 买的 这年头星星都能买 这么大你搁哪儿 买的是命名权 就在证书上 这个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授权冷战 下周是我的生日 这是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 你爸对你真好 我生日送颗星星 你们要是都想买可以团购 打九折 打九折 九折 怎么结束 这不会坏了吧 大新 人吃饭了 来 谢谢 大新 您怎么了 吃饭不积极 这不像你 快吃饭 妈 我想买星星 你说什么 我想买猩猩 不是 我说你这孩子 这一天想什么呢 怎么那么奇怪呀 吃饭买什么猩猩 妈 我是说真的 我也跟你说真的 家里不让养宠物 连狗都不让养 我还让你养猩猩 你想让我当动物园园长是不是 妈 她说的呀 不是动物园里的猩猩 而是天生的猩猩 对 这天上的猩猩 不是买猩猩 是买命名权 现在国际天文学院联合会的授权网站 正在出售猩猩的命名权 朱迪斯他爸就给他买了一颗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有一颗星星被命名为朱蒂斯了 那咋有点意思 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 就是拿你的名字命名一颗星星 那这有什么用 其实然并短 不过象征一种荣誉罢了 你们不觉得荣誉对于我非常重要吗 如果你真的那么在乎荣誉的话 就应该先好好学习 把每次考试先考好了 别让我跟你每次贝老师挨开行吗 吃饭 我就说吧 没戏 妈 你就给我买一颗星星 我保证有了这颗星星 我一定good study day day up 说什么 好好学习 天天想上 你能不能先把中文说好了 少爷 快吃饭 你快吃饭吧 妈 求你了 给我买颗星星吧 给我买颗星星吧 不 我给你个星星 小薇 我跟你没有 行了 我给你买 多少钱 其实也不会 我给你买颗星星 我给你十块钱买两颗 你一颗 妹妹一颗 快吃饭 五千 来 宝贝来 抬头看天 妈 你是要让我挑星星 只要你的胸怀够广阔整个宇宙都是你的 我的梦想是不会因为你们而放弃的 又闯祸了 快吃饭 快吃饭 一个小孩天真的梦想怎么就是不被重视 因为你的梦想有点贵 光着爷爷 你想想看 要是有一个小行星是用我的名字命名 那该多宝 大星星 听着就达风 我看你像大行星 是大行星 光着爷爷 别学了 先坐吧 真正的荣誉 是靠努力得来的 不是靠花钱买的 就是因为努力太难了 命名小行星 这可是一项国际性永久性的崇高荣誉 就是今天也没有多少人有这个资格 一般小行星命名是授予那些 在某个领域有着特殊贡献的个人或团体 地名或实践 就算是最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 也要等逝世一百周年以后才能够命名授权 你才多大就想命名做梦去 副理师 又买了个星星 所以我才表示奇怪 据我所知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从来就没有出售过小行星的授权 朱蒂斯他们那个网站会不会是假的 不可能 上面有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标志 不会出错 别人触手可及的梦想 我实践起来 怎么就这么难 花脸爷爷 还有什么办法 让我获得小行星的命名权 那你就去找一颗从来没有被发现的小行星 一般来说小行星的命名是可以尊重发现者的建议 这么简单的办法居然不告诉我 要不然我早就命名一整个星座了 你吹牛吧 你玩没玩呀 大半夜的不睡觉 抽什么疯了 我成功了 一星期了 你有完没完呀 大半夜的不睡觉 臭什么疯 打吧 反正从明天起 我的后脑烧就不会这么的轻眼落在你面前了 你要去哪儿 我哪儿也不去 但是我会因为发现了一颗小星星而受全世界的瞩目 怎么着 妈不给钱 你敢自力更生了 拿钱买来的荣誉 那根本不算什么 你看 睁开你24K女合金的大眼睛好好看看 吓死你 我什么也没看见 不可能 等等 我调一下 就你这山盖望远镜 我肉眼看到的都比它清楚 我这个望远镜八厘米口线 可以进行深空观测 就是夏威夷的范兴寻天望远镜 也就不过如此了 好了 你再看看 这什么 它的形状像不像一根雪茄烟 是挺像的 根据计算 这个小天体的长度约为400米 宽度约为40米 而且不属于太阳系 那是从哪里来的 有可能是经过星际旅行来到太阳系的 而且它现在受太阳引力的抛制正在慢慢远离太阳系 这颗小行星叫什么名字 我发现的 当然要叫大猩猩了 这真的假的 你发现了小行星 这种几率已经低到无法计算了 都是屁度 花个钱的事 你折腾了一个星期了 星哥 真有魄力 这叫真正爱好科学 名利二字 与我 都是浮云 得了吧 就你昨天晚上 乐的鼻涕泡都冒出来了 三更半夜 上天文学联合会的网站进行注册 那成功了吗 不知道 花卷爷爷这不去问了吗 等消息呢 我已经等不及了 花卷爷爷 你怎么才来 你让我的荣耀生命又耽搁了一小时 你不知道 出面要趁早了 你的荣耀生命 我怕是要走到尽头了 我联系了天文学联合会的朋友 有三个消息要告诉你们 星哥 听不住 第一个消息跟你星哥没有关系 你先挺住 我 据证实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从来就没有授权任何网站和个人 从事买卖小行星命名权的行为 所以你的这个证书是假的 真的 朱迪奇 你行行 God 过于在乎荣誉的人 真可怜 第二件事 大星发现的小天体 来自于南天球 船底座和天歌座的西书行团 出现在四千万年前 听到了吧 这下伤心了吧 这不可能 你的发现没错 就是晚了点 到在10月19日 夏威夷繁星寻天望远镜 就已经发现了这颗小行星 科学家将它命名为 O more more 夏威夷语的意思是 远方的信实 你不是不在乎荣誉吗 谁的眼睛这么切 要说发现小行星的这个人 你大概也认识 工作在NASA 确切地说就是你爸 爸 别人都是坑爹 你怎么坑儿子 夏威夷 那第三个消息呢 第三个消息 我还是别说了 要不然他又该晕了 您说的我挺得住 第三个消息 国际编号3421号小行星 早就将命名权 授予了一位中国科学家 谁啊 杨振宁 你怎么这么硬了 书 到底有完没完啦 要是小行星都这么好发现 全世界的人都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天上了 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爬起来 不找到我的大猩猩 绝不罢休 这肯定是一个惊喜 雅玲 嗨 萧老师 萧老师 你们都在这 萧老师 您坐 谢谢 你们也坐 坐吧 雅玲 您那个灵小宝剑的装牌 安装的怎么样 名字先不改了 我用装招牌的钱 送了萧老师一颗星星 送星星 怎么不送月亮 就是你给我那个网站 雅玲在上面团购了一个新鲜的命迷权给我 就我这颜值 不用说在宇宙 在咱们学校也还是你们懂的 雅玲 你们买的哪颗星星 说出来吓死你 本人已经购买了哈雷惠星的命迷权 从今天起哈雷惠星正式更名为萧美丽星 哈雷惠星 对 就是萨把香 什么萨把香 什么萨把香 在今天的故事里 大星想用自己的名字 命名一颗星星 却事与愿违 其实 要想获得这项永久的荣誉 从而载入人类的史册 是要经过不断的努力和探索的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会有很多爱好科学的孩子们 你们的名字将会书写在 天空的繁星上 康德曾经说过两件事 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 第一件就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 而第二件就是 我们头顶上这片灿烂的星宫 我们下集见了 拜拜 我们下集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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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样的爱情 背拥抱奇迹 每个梦想都要非常 拆下那颗星星送给你 拆下那颗星星送给你 宇宙很远 他们用微星打开一个奇妙的世界 同序设置完毕 人工智能 天地互联 要是我的设想真能实现 这整个人类可是一大股 花样百出 敢想敢战 小卫星引领大时代 大型少儿科技情景喜剧《卫星时代》 央视少儿频道给你好看 时空随道实验第101次 小卫星引领探索太空奥秘 今天这里会出现一件大事 明星科学家助力梦想启航 你真手的超级手心 还有 我表哥 进不进行 意不意外 大型少儿科技情景喜剧《卫星时代》 央视少儿频道欢乐播出 大型少儿科技情景喜剧《卫星时代》 大型少儿科技情景喜剧《卫星时代》